第5552集 刚进城 一颗硕大的头颅便是滚到了他的脚下 惊恐的毛子至死前都是惊骇 温热的血液流淌 在这街道边上到处都是乱象 在这素被谋面的幻想构造之城中 男女当街赤身缠绵 而他们的脚下则是尸骨堆积 有些早已经死去的人 像是滋养沃土的养料一般 半截身躯融入着大地之中 仿佛就是与这赤土同根生养一般 叶辰有些震撼 难道这就是天斗大图剑中的意境吗 又是谁的幻想是如此 祭神 还是说创造天斗大图剑的存在 先帝上九场清醉 只需要三颗人头 先到先得 不远处一间酒馆门前 搔手弄姿的女子提着两颗飞滚滚的人头 在吆喝 见到夜晨脚步逐渐靠近 那女子心声巨异般 匆忙躲了起来 不止一家 所有的门店无一不是酒馆 皆对夜晨装作不见 原本纷乱的万象 眨眼间浸散 阁下是何人 就在夜晨诧异之际 一道神秘的身影却是叫住了他 夜晨回眸间一愣 这家伙有些熟悉 但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不过夜晨隐隐感觉 自己昏迷的时候 这家伙出现在自己的身边过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夜晨眸子一宁 淡淡道 神秘人耸了耸肩 指着夜晨的面具道 他们不是怕你 是怕你那黑色的面具 黑色面具 夜晨一正摸了摸脸上的面具 他后面有尝试过 但依旧摘不下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神秘人显然有些意外 夜晨这才想起 先前那所有见到的人 五花八门的各色面具 唯独不见黑色的面具 这里是休旋试炼场 是幻想创造的世界 你也是来争那传承的 神秘人问道 见到夜晨不语 他又是疑惑道 那就奇怪了 你背后的人没有警告过你 这里的凶险 我可不信你是弱者 接招 神秘人的身形一闪 在这阴暗的街道上 一掌便是拍来 灵力的攻势 融于天地之间 看似随意的一击却有着 骄蛇吞跃的迹象 大道符文隐约闪烁 夜晨正面迎击 却是惊骇地发现 不论自己如何运转灵力 丹田内都是不曾有一丝的攻击 甚至自己动用五级道书 轮回天剑 在此刻都是一种奢求 好在能短暂开启龙腾命星 神秘人的一掌 结结实实地印在夜晨的胸膛之上 恐怖的力量 静止击穿他的肉身而过 发出一声闷响 长空一阵翁鸣 如悬外阴般 震碎了整条街道 夜晨狼狈地起身 拍了拍自己 满是沾染了鲜血的衣襟 倒是没有受太严重的伤 自己肉身对于许多舞者来说 还是很逆天的 嗯 居然没事 甚至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悄然化解了 这小子到底是谁 神秘人嘴中一声呢喃 眉宇间都是带着一丝凝重 那一掌正中这小子 这小子还未跨入天玄境 虽然身上的气息很是神秘 但也没有理由 还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哪怕是无量镜中期的舞者 也不可能这么好好的站着 与之对视的夜晨此刻 也是双眸凝重 前辈 你我无言无仇 出手未免重了些吧 我不过是试探你罢了 今日到此为止 我相信你 神秘人却是摆了摆手 收起了架势 这里是休旋试炼场 也叫人间炼狱 是幻想创造的炼狱 此地万法不显 不管你适合修为 来了都得乖乖地握着 这里比拼的是 天道大士的掌控 和法则之力的凝炼 如果你不想死 那里也许会找到答案 神秘人微微昂首 示意夜晨向后看 在夜晨的身后 这座孤城的最深处 有一座恢弘无边的竞技场 骑士高入云霄 不见穷顶 血红色斑驳的墙皮 都是脱落了不少 为其增添了一丝 古朴肃肃穆 那里 血光隐隐有着 破入了天地大道的意味 这里的空间 都有着一丝淡淡的 腥甜味道 揍你了 伤势应该很快会恢复的 神秘人递给夜晨 一只小小的瓶子 其间仅剩数滴 晶莹透亮的液体 似水但却光润散发着温热 他摆了摆手 旋即对着苍穹大声道 楚兰 我在休闲天顶等你 若你能在现日内成功抵达 我可以选择与你合作 取那祭神的寂灭六世的传承 神秘人这一声格外洪亮 整座孤城的每个角落 几乎都是隐约可闻 夜晨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家伙如此一说 这里的人不就把自己当成他口中的楚兰了 他本想解释一番 可那神秘人的身影已经是消失不见了 随着夜晨与神秘人交锋之后 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了这条原本喧嚣的街道 直至背影不见那紧闭的一扇扇小酒馆 才又是重新开了大门 先帝尝清尿 三颗向上手机哦 门前媚声的吆喝再次回响 人头逐渐攒动 血河也再次流淌起来 有不少的人望向夜晨那离去的背影 此地估计是继神幻想所创 他为何还一直邀请其他人来这里试炼呢 难道他和隐胜一样 在找无数天才破解天窦大图鉴 哪有这么容易 不过眼下唯一的线索 是对天窦大事的掌控 夜晨回想起方才那神秘人的一击 很显然 即便是他也是无法调动体内分毫灵力 那一掌融于了此间大道 若非自己动用了铁王座和龙腾命星的力量 卸去了他八成力量 恐怕自己要被那家伙生生打穿了 法则之力的凝炼 夜晨也尝试了自己的法则之力 除了一部分毁灭法则和轮回法则之外 也是进阶无法显化 自从入了这城 连轮回血脉的力量都是无法完全调动 自己也与轮回目的五道轮回图 乃至气势绝境断了联系 他有的底牌不少 但很多底牌都不能动用 亦或者说因为此地的规则限制 只能动用一部分 龙腾命星和血龙的力量 便是能动用一部分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一个底牌倒是不被限制 便是气势绝境的祖官 看来这祖官来历不小 若是面对危机 倒是可以动用几分 夜晨的胸膛处隐隐作痛 他拿出了那神秘人递给他的小瓶 望了望 长青酿 这酒到底是什么来路 就在这一瞬间的恍惚之际 一抹寒光自八方亮起 封锁了夜晨所有的退路 风之法则吗 这等攻击放在外界 即便是现在的它 都可以轻易地破开 而如今万法不显的孤城内 就是一记杀招 夜晨原地战力 任由八方剑刃 削手之势而来 不管闪避 就在众人以为 要得逞之时 只见他附于长山下的背部 涌动血光 八人的攻势被瞬间瓦解 夜晨目光略过一次精芒 立即一剑挥斩 斩天九剑 给我破 一剑 八人的头颅瞬间搬家 鲜血如柱般的狂勇 直挺挺的八具尸体 静止砸倒在地 就为了这个东西吗 夜晨望向自己手中的精致小瓶 也正是这换作长青酿的东西 这东西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夜晨索性也不磨叽 一滴入喉 只感觉出 说不出来的灼心之痛 紧接着便是周身经脉内 一阵阵苏玛感涌现 在滋养他的伤势 有毒 很快他便是发现了不对劲 这名为长青酿的酒 虽然可以修复伤势 但却有毒素在蔓延滋生 那家伙有问题 夜晨表情有些凝重 不过轮回悬碑中的毒碑 瞬间运转 问题倒也不算严重 他拥有诸天最强的轮回血脉 想要毒它 并没有那么容易 楚 楚蓝大人 就在此时 一个气生生的声音 自夜晨身后的阴影之中响起 一名剑修走了出来 见到夜晨的第一瞬间 便是丢掉了手中的长剑 他知道 自己只要动手 必死无疑 这 这八人的手机可以给我吗 他跪在夜晨身前不远处 拜求道 夜晨眸子微眯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戴了面具 会被人认作楚蓝 这个名字也出现了多次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不过夜晨也不打算 过多的解释 给你可以 拿着他们换一些长精酿来 我在这儿等你 要是赶跑 你知道后果 夜晨淡定道 是是是 多谢楚蓝大人 那剑修五体投地 行了几个大礼 捡起散落在八方的手机 便兴冲冲地离去 不多时 他便捧着一个小瓶归来 隐约有着五六滴 我拿一滴 其他的赏赐给你了 夜晨说完 话锋一转问道 这些酒 从哪来的 回大人 是从那修悬炼狱来的 有些酒馆雇了人 在炼狱场征战 可以从那考功勋 兑换长青酿 在这里通行的钱币 便是向上首级 会有人将其 尽献给修悬神 换得在此地的 长期拘留权 那回话的剑修 明显有些体力不支 显然经过了数场恶斗 已经到了极限 急需这长青酿 恢复伤势 否则他就是下一个 通货的货币 感谢观看